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 小时候我们看过的西游记可是备受大家的喜爱 而现在随着各种版本的出现 西游记中的角色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周期西京记大家应该都是不陌生的 最近是十分的火热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 西京记主要讲的就是取经回来之后发生的事 因为取经回来之后的世界并没有变好 唐三藏在昏昏噩噩噩之后醒悟 决定把西京送出去 然后再次踏上西区之路 首先就是要召集徒弟 于是就来到了巨珠山城找到了猪八戒 作为巨珠族最厉害的战士 猪八戒将本属于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弟弟 并且在取经回来之后乞讨了16年 巨珠山城被弟弟霸占 妻子也被弟弟囚禁 然而再次遇到唐三藏之后 看到唐三藏为了救自己而受伤 猪八戒也是再次变身成为猪钢链的形象 而且这次也是战力大爆发 而变身后的猪八戒 其实才是最符合援助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要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